哎 大爷你把我东西拿下来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 我把东西放这我就上次拿了一瓶水 哎我去怎么这人这样呢 今天是大风野掉葡萄河 选好掉位以打窝 嚣张大爷不讲理 今天给他上一课 没事 我在这儿吗 不是三米九了 是四米五 既然大爷这么嚣张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不过呢 我们快速的装杆 调调 打窝 我们大爷用的三米九 而我最用的四米五 今天我的目标很明确 就要把他打闭口 就是让他看看 但是别人的吊位也不一定有口 可能大爷看过来隔壁吊位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主动给我打起了招呼 你个风打打不稳是吧 对打了上边上的 你共和我打散呢 正合我意 那今天我就笑呵呵的把你打闭口 开根鱼啊 鲸毛挺漂亮的 再来一干 看看收缩鲁鱼啊 还是发窝了 漏来 怎么跑那边去了 不错啊 继续 这个时候呢 大爷忽然上鱼了 点远 快去点 啊 收缩也是吧 向点远 现在的大爷呢 状态还是比较好 我们这些对话呢 他还是有回应的 你们看一会儿呢 看我这口快了 这个时候大爷呢 已经对我爱达不理了 他打这个窝翻窝了 这时候大爷呢 邪了我一眼 这红的是什么呀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本来我想刺激右边大爷的 没想到左边大爷也同时受过刺激 啊没事啊 我有 有吧 没事 你还挺硬 你问问 我这急上了不少了 左边的这位大爷呢 没口水没走 说要把上面的耳料送给我 借此机会呢 看看我用的什么耳料 哈哈哈哈 这右边的大爷呢 也终于坚持不住了 看我给他最后一击 哎呀 连刚才也没法 一会儿 我擦 你还这么气 哎呦 什么 哈哈哈哈 头在这掉了 去哪个 去西边 那口挺好的 你那没口了是吧 你那里 怎么中约 这个大爷 他自己的口号都是来的 硬掉了 给我给我回头吧 他还到了两头纸 一个红 清爹掉了 他叫没口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